蔡总今天所宣布的兵役延长一年 不仅薪水增加 其实训练的内容也充实许多 绝对是可以学到以前当兵所学不到 因为现在整个的战争都已经现代化了 这要请教于将军 我们看到包括就说 会导入美军最新的模组化训练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组化训练呢 我先强调 因为之前对于恢复一年兵役 我有很多的看法 我的看法绝对不是像某人说 这个当兵就是上战场 当兵跟上战场是两回事 当兵是让你学习到如果发生战争 在战场上的存活率跟保家卫国的能力 所以当兵不等于上战场 上不上战场取决于在对岸 那个无良的解放军要不要来打我们 所以说当兵不等于上战场 那我讲到一年的士兵要如何去做学习 跟四个月的士兵如何去做学习 不一样 四个月的士兵只是让你学会 一把步枪的基本战绩而已 所以为什么讲模组化 我一个班从第一兵是班长 最后一班是副班长 中间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狙击手 中间有火箭弹兵 有不同的功能 每一个兵他的任务都不一样 所以一般这么多个兵都是步枪兵 不是 有人是攜带红尊火箭 有人是攜带防空的刺针飞弹 有人是攜带破坏剪 这都不一样 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模组化 你只有在前面新兵训练这两个月 是都一样的 都是步枪基本的战士 后面开始要分区训练 按照不同的专长 我是刺针飞弹的 我会用步枪 我还要会用刺针飞弹 都要会 对 那刺针飞弹是打天空的 不是打地面的 所以我就要去受训刺针飞弹 就要把这个单位 所有学习刺针飞弹专长的人 集合起来 因为这真的要改变观念 过去我们说当兵浪费时间 就是比如说当步兵 那真的是就是无所事事 那现在要有现代化战争的观念 就要学习这些 现代新式武器如何操作 训练的方式绝对不能一样 以前就只有大混小混一帆风顺 当兵别出头 反正所有时间躲在人家的背后 就不会有事 不行 现在你每一个人的专长都不同 因为你一个搬出去 因为专长不同 作战的时候才会 应付不同的战时的状况 所以说他要分开受训 那标枪飞弹 刺针飞弹 一个是打天空 一个是打战车 然后包含了无人机的操作手 包含了侦察兵 包含了步枪兵 包含了班长 他不同的人分开 做不同的训练之后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叫组合训练 要把这些不同专长的人 在最后一周里面组合起来 班长练指挥 班兵服从练协调 然后涉及运动与联系 这个周而复始 你看一个一年 总共可以分成四季 每一季按照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训练场景 不同的训练科目 做专长组合 最后能够进入三军联合基地 来做三军联合训练 那这个问题 今天拍板定案之后 我觉得国防部要解决的事情 有两点很重要 第一个训练场地的问题 一年一个兵要打800发 靶场够不够 靶场够不够 光是桃园有这么多部队 桃园有几座靶场 杨梅高山鼎一座 林云冈一座 没啦 可是我们现在兵不是也少了吗 对 可是因为你一个人的射击 变成是以前的10到20倍 是以前这么多 对 那你的靶场是不是要多 所以我才说 我为什么当了司议员 我必须要协助国防部 做这件事 你地方 营区多的地方 要透过跟地方的地方政府 地方议会做协调 你要增加这么多的靶场 在不扰乱人民 又可以增加国防战略的状态之下 靶场要广射 那这些才可以提升 一年800发 不然我这么多子弹 你家要往哪里打 往天空打 他一定要有靶场 有靶场就有训练场地 另外标枪飞弹 刺针飞弹 他的射击场地不一样 对 他一般不能在步枪 不能在步枪靶场打 那会打爆 打穿 所以你标枪飞弹 刺针飞弹 你广射 像蔡总统讲的 每个人要会射击 他的射击训练场在哪里 要广射 所以说国防部 这一年太重要了 如果你真的决定 明年要恢复一年的兵役 你的训场问题 法场问题 针对模组化 组合训练 未来统合指挥 射击运动与联系 这些场地都要射击出来 那这一年其实会过得很充实 非常充实 这一年 光学习这些也都需要时间 国防部只要在今年这一年 完成了所有准备 明年再进来的这些士兵 我跟你保证 你绝对不虚此生 你退伍出来 不是拿到一张退伍令 你是拿到一个保家卫国 并且能够增强你在战场 存活率的技能 可以学到一生的技能 一辈子忘不掉 所以我才说 当兵不等于上战场 不当兵才表示你要变成沙包 因为打不打我决定在敌人 但是我有没有抵抗力 决定你在当兵的时候 学到多少战斗技能 如何保家卫国 增加战场存活率 来晚